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本週的KISS一把照 發燒排行榜 我是維恩 我是梅根二 呀又到了週末了 對 所以又到了我們兩個登場 要跟大家介紹新進榜專輯的時候了 那今天介紹這些歌手 我就覺得很想要捶熊 砰砰砰 真的想要打一筆拖砰嗎 是不會啦 多停一下 但是看到他就覺得 哇這個身材練好好喔 對啊 對啊 要流口水了 喔這個男生的目標啦 是的 為什麼那麼多男生的目標 就是上個禮拜是劉德華 這個禮拜是舞客群 劉德華是那個50歲之後的目標 對對對 哈哈 慢慢來慢慢來 一回不來 好那今天除了舞客群之外 有兩張新進榜的專輯都要介紹給大家 那首先呢先從這個 第16名開始 好 16名他是一位女歌手 來自大陸對不對 然後他名字就是大家很熟悉常吃的 情人節常收到的 哈哈 名字叫金沙啦 對這位女歌手名字叫做金沙 對啊來自於上海的女歌手 真的他不是巧克力喔 而且聽說他長得很漂亮 對 攝影大哥 哈哈 攝影大哥說看過他本人長得超美 對對對 對那麼這次發行了他的這個首張專輯 音樂傳奇 是的他之前有跟那個林俊傑合唱過 嗯嗯被風吹過的夏天是不是 嗯嗯嗯嗯對然後睽違了三年 中午就出現了 對啊 對然後很多人都說他的聲音呢 就是非常的柔美 然後可以帶給大家很溫暖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他有一個稱號叫做無色素 無色素女孩好難念喔 難怪那個封面都這樣白白的感覺 純淨的感覺 而且這張專輯很神奇喔 他裡面除了有這個歌曲之外 還有很多首六首六首伴奏的曲 對 都送給大家啊 對 所以你在家裡可以聽聽看那個鋼琴伴奏 也可以跟著唱 對啊 對啊 好啊希望帶給你很舒服的感覺囉 來自於欣賞的最新專輯 本週的KISS一把照 本週發照排行榜第16名 叫做新月神話 好恭喜欣賞 好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就是 一進忙就來到第五名的 這個是誰呢 誰呢 其實前幾天我看到收到他的專輯 然後就回家自己親了一下 發現他的音樂真的很適合在夜晚聽 真的 對啊就有那種在launch bar的感覺 因為有人說他是這個都會細親饒舌 一般大家印象中饒舌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他走的就是比較時尚的感覺 而且專輯包裝我實在是太愛了 他好環保啊 你看看 一起成型耶 對 就這樣子一張子 而且這個CD就在這裡 對啊 超環保的 你要吃便當的話也可以點一下 開玩笑啦 裡面有很多歌詞 然後這張專輯的名字叫做月光 然後呢這個專輯封面就是把蛋寶 拍得像詩人一樣 還有翅膀 對對對 但是就是看不太清楚 他的面貌是什麼 對 那因為蛋寶 他去年的 去年有入圍金曲獎的最佳詩人 對 然後呢 這次到了日本去取經 然後也跟日本當地很懂得結束 我們音樂很激 對 對 合作了這張全新的專輯 所以在這張專輯當中 你除了可以聽到蛋寶 很拿手的饒舌之外 也加了詮戲 對 更適合在這個地方 夜晚或者是晚上 對 放鬆你的壓力 真的 那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哇 他本來是不聽這種饒舌音樂的 但是聽到蛋寶的音樂之後 他就愛上了這種歌曲 沒錯 而且我覺得就是節目當中 我們也常過嘛 他最近兩首歌曲 包括了經典 還有I want you I want you 我覺得很好聽 對 特別推薦給大家 對 我覺得又跟他第一張專輯 收斂水不太一樣 收斂水比較走那一種 像是他那時候的專輯 也是很特別 就是一本書 散文書 對不對 是一本書 對 所以做起來那種感覺 那時候是比較青澀 然後帶一點點那種 青春不羈的感覺 然後現在由這個年紀慢慢長大了 慢慢的邁入這個上班族的世界 所以大家下班之後真的是可以聽聽看 相當的推薦 好的 那麼他已經滿到的第幾名呢 第五名 好恭喜 就是剛才梅格講的經典這首歌曲 而且你知道 對我忘記告訴大家 他為什麼要叫蛋寶 因為他爸爸的關係 對 不是因為他爸爸長得像蛋 是因為他小時候爸爸在他上學 每天都會買一個那個蛋寶給他吃 對 所以他就叫蛋寶 可能要叫做鬆餅 那我應該叫三名字 我聽了我都餓了 好浪漫的 那你說明先生 好啦來自蛋寶 本週第五名 月光 恭喜蛋寶囉 接著就要 噔噔噔噔 唉唷 不行 這個麥克風在這邊 震動了 好知道他是誰了 好吳克群 真的 這一次也是跟那個舞群老師 有這一個合作跳了一個那種 很像人形武功的舞 好恐怖 就這個大家連在一起 你有沒有看過 有很多人一起找週刊節的那一件 對對對 然後有很多人跟他一起跳 對對對 然後這次的專輯 我也要說他的包裝真的非常的神奇 對啊 因為他這一次跟著他的這個專輯賣的 還有他的背心 對 所以喜歡他的這個 對朋友們呢也可以買他的背心 就是有黑色跟白色兩款 所以呢 然後吳克群就親自當model 來穿給大家看 對想要看穿起來什麼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拿他這個卡 你看這是黑的 然後這是白的 是 然後呢 你想要看裸體也可以 就像青春的八戒 就在這裡 就還蠻像紫娃娃的 對啊 對啊 很神奇的一個包裝 我們剛才才有聊到紫娃娃對不對 小時候都會玩 對 而且有傳說 就是你玩完以後一定要把它燒掉 不然他晚上會來找你 然後這段不要燒掉它 對 而且不可以在紫娃娃上面畫眼鏡或刀花 他以後來找你 所以吳克群也不要畫啦 身材練這麼好 啊 吳克群這一首 好啦 真的啦 身材非常好 好啦 這樣專輯其實是睽違了兩年半 然後終於發行 也是一張全創作專輯 所以全部都是他自己 對 所以我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次的 好像那個曲風又不太一樣 上次剛才那個 I wore 蹦蹦 哼喔 對 那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 像是也是蠻動感的歌曲 而且他真的很愛蹦蹦 他有什麼東西叫蹦蹦蹦 嗯哼 對 而且為什麼最近大家都有那種 烏虎 他有一首歌叫烏虎 就可能最近要受到那個歐陸電子影響 大家都來一下 來一下烏虎 對 然後裡面有一首抒情歌叫做絕對不放 然後我覺得就很適合送給 如果你身邊有一些你知道 你姓朋友 然後他老是遇到不對的人 遇到一些玩卡 你就可以上這首歌給他 是 對對對 那當然也有經典情歌 就是他第一首主打歌 就是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蹦蹦蹦那個啦 好啦 一直圍繞在水熊 如果大家要模仿的話呢 哥哥有練過 而且他這一次長大了是不是 就感覺比之前 都哪裡 就除了對 胸肌長大之外 我覺得這個也邀請到那個全裸的那個女模 來跟大家一起合拍MV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都被剪光光了 對 所以大家要看到的話 就是怎麼辦呢 要上YouTube 對 要上YouTube 嗯哼 好的 推薦給大家吳克勤的新專輯 好沒關係 這個單曲來到第二名 嗯第二名恭喜他 Kenji 好的 然後接下來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影響最近的狀態 整幾天大家都蠻正經的啦 本來以為說好像沒有什麼大 就是好像只是輕微的燒傷 就發現到說好像有這個百分之六十吧 好像是百分之四十 哦四十 對然後但是好像在臀部那邊比較嚴重 有燒到真皮層 對他是Selina 對啊 然後現在電視上就是打開 大家都在關心他 然後聽說好像要那個拿頭部的頭皮來直皮 對然後Hebe的媽媽 因為他們都很像一家人 然後Hebe的媽媽也說她願意把皮捐出來 嗯哼 對啊 然後希望她可以造日康復 SHE一定要趕快 Selina要回來 趕快三位合輯好不好 不然就變成HEE 就變成HEE了 要變性了 對啊 所以加油Selina 好加油加油加油 其實在我們的簡訊留言板上面 也是有很多聽眾朋友都會傳簡訊 每天都會傳 對啊對啊 都會傳簡訊進來跟大家加油 然後用念力來幫她祈禱 其實我們都有收到 讓你希望所有這個SHE的歌迷 都可以一起幫她加油 好啦 Selina加油囉 希望要趕快歸隊 好的 那麼這就是今天這個禮拜的KISS 一把招發生排行榜的最新戰況 好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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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